接下来我们来聊聊电影方面的消息 电影《复春山居图》原计划是在去年的国庆档案上映 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推迟了 好像最近这部剧要回归了 不仅是发了预告片 而且在原片的片名前加了天机两个字 不知道是不是天机不可泄露 这部片子什么时候上映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片花来意读为快 天机《复春山居图》讲述刘德华试演的顶级特工 为保护国宝名画《复春山居图》 与觊觎夺化的多国阵营作战的故事 此次发布的先导预告片全长100秒 每一秒呈现的内容都如同倒数的定时炸弹一般揪心 你对另外一半山居图没有兴趣吗 在中国凡是偷来的东西都统成为脏 天机《复春山居图》呈现出华语特工类型片 前所未有的新鲜质感 预告片最后交战升级 两幅画的下落也成为悬念 刘德华滑动电子屏幕却在闪光后 化作明年长话卷轴 古色古香之外更通显高科技质感 不是我的我不想要 不是你的一粒沙一滴水 你也休想得到 影片原定于去年11档上映 却因为各种技术原因而原物 上映之路一波三折 工艺日期必推再催 尽管如此 这部刘德华2013年首当其冲的重磅之作 还上很多人期待 此次卷土重来 相信不会让影迷朋友们失望 啊